第一次使用网路平台的经验的话 我想真的一开始会稍微搞混 所以我想说我们先回到最核心的 就是你要踩出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网站在哪里 就意思等同于土酷国小在哪里 可以吗 网站在哪里 也就是土酷国小在哪里 然后群组代码这件事情 群组代码这件事情 等同于电脑教室上课 可以吧 土酷国小电脑教室 然后账号是什么 有报名同学 然后及时报名同学 那你都已经来了 所以意思是一样 那网路教室里面发生的事情 就像现在这样 我们目前为什么有102人呢 你会问说 昨天谁在这间电脑教室里做了什么事 请问你知道吗 不可能啊 但是在网路教室里面的 昨天的伙伴做了什么事情 在今天你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对吧 那你看昨天早上黄文林老师 那这个号码是什么呢 就是陈如老师 黄文林老师 清宜老师 他昨天自己测试开设的课程 我没有广播吗 不好意思 讲了半天 好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同样的 网站就等于是我们来土库国小 群组代码的号码 就等于我们来了电脑教室 然后呢 你的账号就等于你是报名学员 可以吗 刚才讲过的 那目前有一百多个代表是 我们准备 就是说趁这次 把所有来上课的老师 是不是可以聚在一起 网路的好处就是说 聚在一起的时间 你还是在世界各地 但是你能够知道这里就是大家可以交流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上课的东西 也帮老师先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全部来过这间教室的有102人 这是一个关键 此时此刻在电脑教室的是不是就是现在 你看得到我 我看得到你的吧 那网路上的意思呢 在下方 这里 此时此刻在这间网路教室的人 等同于现在在电脑教室嘛 因为我请你们现在才进来 除非昨天的老师知道了 他会自己也跑进来 那也可以啊 意思就是所谓的什么 线上同步教室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现在暂时我们还没有用到 我们只是先让老师了解说 我去一个网站 我解决一个账号的问题 现在是张小珍 张小珍也加入了一个群组了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张小珍也进到了这间教室 所以照理说 我们现在的线上人数应该会大于电脑教室的真正的人数 因为有很多化名同学 对吧 小微小美啊 这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小红 那你可能另外一个本名也在 本尊也在现场 不过这样很好啊 就是说我要让老师看到的是 这是一个张哲刚 那这是一个张小珍 类似这样 所以你会有两个账号在做切换测试 然后呢 你也知道老师跟学生的差别 所以我再次的来证明一次 刚才我说这个账号的意思 那因为我们再测一次 我登出了 张小珍登出 又回到了那个OneNote.net的什么 试试看 那我就再给他试试看 点一下 因为我其实刚才忘了抄张小珍是什么号码 老师你等我一下 因为我又要去什么 加入群组 你不要抄我的 张小珍现在没有 现在这个新来的 这另外一个人 张小珍的兄弟叫张大珍 待会我就叫张大珍 A C 0 1 D 0 张小珍 真的吗 A C 0 1 不是他可能是跳到另外一个真的有那个群组的 所以老师你如果这样子你能不能想象是你们班才刚才同学的一号同学二号同学到二十五号同学都做一样的事 就是他只要能够用参观者试试看 然后他要记住一下刚才的号码 因为你现在应该也忘记刚才的号码了 对不对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 不要紧张 你今天就暂时用张大珍来玩 然后现在我们就比较过了说我们在群组里面都是同一个教室的概念 这样可以了吗 好那我们正式的来做one note的介绍 好那在one note的四个想法里面呢是这样子的 发现代表着已经有人在上面开过课 我想我们一定不会是第一个进到这里开课的人 虽然你是第一次来开课 那所有我们云林县的老师们包括我们新北市各县市的合作伙伴 我们当时为什么跟教育局合作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说我们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模式是希望老师开课给学生 老师开课给学生 所以先预设了所谓的学习领域跟议题 所以你如果从发现这边先看到了你喜欢的教学领域 比如说我今天学习领域我喜欢像看一下自然 里面有谁开过了哪些课 你开过了哪些课你想去看 你就给他怎么样点下去 这就是我们今天到中午以前 应该每个老师都可以完成的 就是说我去选择合适的网络资源 不是我做的 选择合适的网络资源为主 然后来组成你教学用得到的课 所以这位自然领域的教学老师 他选择了冰雹的行程 然后他就形成了一门课 好 那这门课呈现的内容是像这样 有没有 狂风暴雨 然后热对流等等 好 如果老师你觉得这门课你有兴趣 你就按订阅 那你待会就去试试看 多找几门课来订阅 好 那这是因为我是用阿刚老师的身份来订阅 好 所以这是你看哦 订阅完马上出现在哪里 学习 刚才是去找课程对不对 找到所有你去捞到你想看的东西 因为你按过了订阅 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学习的这一块 你学习订阅的知识 像阿刚老师他所有订阅过的知识 这是我刚才帮他订的 那每个老师你进来应该都有一门课 就是这个TED台北 那这是阿刚老师他为了他四年级的备课 8月18号做的 好 所以同样的张大针 我搞不清楚我是谁 好 张大针也来发现一下 那这时候你们发现是另外一个事件 所以可能请老师大概要习惯 就是说你会看到one note的发现 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你看到没有分类 刚才在云林县的分类是这样 刚才在云林县进来的分类是什么 领域跟议题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让老师开设的课程 马上就是你备课用的 所以我们从这边进来的是领域跟备课的发现 所以你会看到两个领域 但是你如果是用刚才阿刚老师说过 商业型目前是免费提供服务的网站这边 你进来的网站是任何人都可以开课 包括老师你今天开设的课程也会出现在这里 那里面其实就五花八门 包括我们班的小朋友自己也开课 很合理吗 我们班的小朋友自己他开设他喜欢的课 所以假设是我自己喜欢开的课 我就去选四百接力 我们班有个田径选手 女孩子跑得比全校的男生都快 那我喜欢这门课 可是这门课的内容非常的有待补充 我们不能说不好 因为人家也刚开始 所以我还是喜欢他 我就按什么 订阅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先让老师体会过了一个发现 接着学习 那学习的意思是什么呢 学习的意思就是说 你去看人家给你的网站资源 然后你就点下去 譬如说这是笔记 看YouTube 那你可能就是这样照着看 看完就按下一个主题 然后你可以按这边按回去 投 就是回到你一开始的地方 那永远你都从发现学习群组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开始来创作自己的课 这样可以吗 好 老师的发现很多 然后你学习呢 是经过你订阅过了才会出现 他就会出现在 像今天应该就是最近订阅 就会出现一个 OK 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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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来